大半夜三名男子扭打成一团 全趴在大马路边怎么回事 他是怎样 他拿刀捅我 我手已经没有血了 刀在哪里 嫌犯当街挥刀砍人 见原警刀场被害人惊恐求救 终于抢过他手中水果刀 趴着 趴着 转过来 后来 后来 走过来 没出来了 现在射程伤害先犯了 警方依法将你逮捕 砍人的58岁理性男子早上靠带回 但他居然说是要保护儿子 原来他不满自己现任女友 与前附生的21岁红姓男子 一天到晚 带着他15岁的儿子出去玩 担心孩子会被带坏 日前喝了酒后 伙同朋友前往对方的住宿谈判 没想到双方一言不合 爆发口角 理性男子趁着酒意 拿水果刀疯狂挥砍 害女儿子和自己的朋友 手指手腕都被割伤 虽是护子心切 男子却用错方法 做出最坏示范 更难逃法律制裁 据业维林凡亚乔新北报道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漏街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